你穷的算的都是什么? 其实我们前面已经说了 大家绝对是没有在意 就是一个人的人品 你这个人做得好 不管穷富贵贱 到哪里都是一个想当当的人 即使别人不懂 你内心是充实的 老天都看在眼里 总有一天该你的时候 那么就出来 不该的时候 自己也本自具足 温馨无愧这一生 如果在延伸 我们人生活 总要跟人打交道 不能老跟物 不能老跟动物植物 我们是人类 所以第一个 离不开家 第二 离不开社会 社会 就是一个大家 那么小家呢 也是一种现实的体现 其实你也不用说 你这个家 静 人 心恋 怎么样 把所有的磁场都一起 就是你这个命具所在 总要回家吧 总要尽自己的责任 愤了 那么你 这个家 如果温馨 所谓家和万事性 当然 没说的 再也穷 别有穷的乐 你有这个温暖 因为你生活 是有八九 常在家 心 总是放不下 总要尽你的责任 要不然在外面 也没人看得起 你骗得过外人 也骗不过自己内心 更骗不过老天 所以 什么最重要 你总是在求荣华富贵 多少多少钱 多少多少 高的名位 大家都知道 知道你在干嘛呢 没干好事 你权力再大 全是压人 所有人内心都是不服的 总有一天露出马脚的 你就是活了这一生 那下次再来 你再看看 总之 内心 真的 欺瞒不了自己 你可以骗别人 你可以不被别人懂 但是你 自己 有善待自己 当你 亲人去世的时候 对你最好的 你还有遗憾 那么真的就是遗憾中生 所以在你趁早的时候 把你要做的 该做的 做完 作为子于养儿 情不代 但凡还有机会的时候 不要等到 未来怎么怎么样 因为未来是不确定的 是 每一个人 即使算 也算不是很准的 真正好的人 他该享受的 该得到的 有行的 无行的 真正的好人 他不需要多少 无欲无求 你甚至不知道送礼送他什么 但是心里始终放不下 而不好的呢 却常常在 甚至掌握这个大局 作为 好人不成名 坏人活千年 那我们就要站出来 不断地去 完善他 作为你一个人 一个家 一个社会的 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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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人